这款莲花水晶手链 它所需要的材料有深色的水晶42颗 透明白色的水晶54颗 1.5mm的小圆珠 大概180-200颗左右 另外还有一个家长链跟一个巷链的安购锁头 还有这种咬线器两个 然后挡珠两个 大概材料就这样 另外还是0.25mm的这种钓鱼线需要7条 然后它长度要70公分 另外150公分的0.25mm的钓鱼线 它需要一条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第一步 就是先穿这个小圆珠 穿6颗 然后我们让它交叉成线 这一颗给它交叉 最后一颗交叉了 然后让它走到线的正中间 它会变成这种圆形的 然后接着我的习惯呢 会把这个水晶的位置先分出来 这样子的话 做才不会做乱掉 那一开始它是需要的是红的 然后白 红的 它这个红的白的红的中间 都要配上这个小圆珠 然后接着需要的是红的跟白的 它这个要做四组 然后东西都是一样 然后最后一个是一颗白的 要加上这个小圆珠 好我们一开始 我们要怎么加进去呢 首先要加的时候就是说 先一颗红的 这边第一个 红的水晶 然后一颗小圆珠 然后再一颗白水晶 然后再一颗小圆珠 这是第一步 然后再一颗小红的水晶 然后就这样好了 这几颗 然后我们要交叉成形 拿右线的针过来 到换成左线 它变成交叉成形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接着这边这一个线 就是右线 我们就放着不管它 然后拿左线 这个没有穿珠珠的这个左线 我们要从这一个刚刚穿过线的 这个珠珠隔壁这一个 穿一个洞过去 然后拉紧 拉紧了之后接着换成这一步 这一步的话呢 就是要一颗小颗小颗的 然后一颗白的 白水晶一颗 然后再一颗小颗的 然后再一颗红水晶 然后交叉成形 它是交叉是要在红色的这个地方交叉 拿另外一个没有穿珠珠的线 来交叉 交叉成形之后 它会变成又增加一个变成比较圆形 然后这边的右线我们放着 我们这个比较接近小珠珠中间的这个线 这个是左线 我们从这一条线旁边穿过去 这是左线进洞的位置 都是进一颗洞 每一个都要进一个洞 然后把它拉紧 我们要把它拉紧 拉紧了之后 接着同样刚刚的那一个步骤 就是一颗小的 然后一颗白色的水晶 然后再一个小的 然后再一颗红水晶 然后交叉成形 又是在红水晶的地方 拿刚刚没有穿珠珠的这一个线 跟它交叉成形 好 它交叉成形 它就这一根线就变成右线 然后我们就标管它 然后拿刚刚这一条线 然后再穿它隔壁的这一个小珠珠 这就是左线再进一洞 拿紧 已经慢慢出来的 然后接着再做同样的动作 小珠子 白珠珠 然后再小珠珠 然后再一颗水晶红色的 好 再交叉成形 然后这个交叉成形 现在手上的这个就变成右线了 然后就不管它 再拉紧 然后这一个针再拿过来 再过一个洞 穿过去 好 然后抽紧 然后接着再做同样的动作 一颗小珠子 然后一颗小珠子 然后一个白珠 白水晶 白水晶 再一颗小珠子 然后再一颗红水晶 然后再一颗红水晶 我们这一排珠子就用完了 然后再交叉成形 然后再交叉成形 我们这一个步骤 这个莲花总共这一个颜色的要做三朵 然后待会反过来的颜色还要再做四朵 好 这一个要交叉成形后 要过洞 要过两个洞 要过哪两个呢 这一个小珠珠的洞 跟这一个红水晶的洞 两个一起过 拉紧 然后接着就剩这一个白水晶 白水晶 我们就是一个小圆珠 一颗白水晶 然后再一个小圆珠 这边再交叉成形 这一朵莲花就完工了 这一朵莲花要做三朵 还要再做两朵 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看 我们要把这个鱼线呢 用到中间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过去白水晶 过一个白水晶 绿珠珠上去 然后到洪水晶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了 这个线的上面的针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这边还没有走线 要走过去 过这一个红珠珠 然后现在的这个绿珠珠 然后这个要拉紧 到这边的话 因为它们两根线已经在一起了 这一个线针也拿掉 然后在这地方打结 要多打几个结 这个就可以剪掉 这个就是做完工的一个莲花的样子 这个要再做两朵 好红色的新的三朵 我们已经做完了 然后接着我们要做白色的 先首先也是要六颗 那个小圆珠 然后也同样是要交叉成型的 六颗之后我们交叉成型 然后白的刚好它的位置 跟这一种的位置是完全对调 颠倒的 然后线也同样抽到中间 变成一个小圆圈 然后一开始同样就是一颗小圆珠 然后接着就是白的先 我们刚刚是红的先 现在是白的先 然后再一颗小圆珠 然后再白的过来红的 然后再一颗小圆珠 然后再白的 好我们现在就交叉成型 交叉成型之后 我们会看左线要过一个洞 接着就是一颗小的小圆珠 刚刚是一个小圆珠 然后白的 然后再红的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 就变成一颗小圆珠 要先红色的 红色的水晶 然后再一颗小圆珠 然后再一颗白的 然后交叉成型 交叉成型 就是现在刚刚是跟红的 交叉成型的那一种 那现在是跟白的交叉成型 拉紧 拉紧 就变成红的 现在在外面了 然后接着 这个也是同样 要左线过一个洞 就是它旁边的这一个洞 左线过一个洞 好拉紧 然后接着 同样再一颗小圆珠 一颗小圆珠 一颗红的 然后再一个小圆珠 再一个白的 然后接着又要交叉成型 然后拉紧 然后这个放下 这一根针 跟剛剛這一個沒有交叉成形的這個真空針 然後左進一個洞 然後拉緊 然後接著又再做同樣的步驟 一顆小圓珠 一顆洪水晶 再一顆小圓珠 再一顆白水晶 然後接著 又要交叉成形 跟白珠子 白色的水晶交叉成形 接著 再過一個洞 拉緊 最後一步的這兩顆珠子 同樣一顆小圓珠 一顆洪水晶 再一顆小圓珠 再一顆白水晶 然後同樣是跟白水晶交叉成形 交叉成形之後 這個針放下 拿另外一根針 過洞 要過兩個洞 最後剛剛我們也是過兩個洞 所以這一個也是要過兩個洞 過這一個 跟這一個白水晶 拉緊 然後再一顆小圓珠 然後再一顆小圓珠 一顆洪水晶 一顆小圓珠 現在做了一朵 還要再做三朵 同樣的 這樣交叉成形 然後接著 我們就要把這個 同樣跟剛剛一樣 穿到中間 然後才能打結 出去 然後穿到中間這邊 好 這個針就抽掉 然後換這一根還沒有過洞的針 我們從這個地方 過洞 上去 抽緊 然後再到旁邊這邊 才能跟這一個線 在一起 好 這個針也抽掉 這邊同樣打結 這樣子的要做四朵 然後我們才能做 連接手環的動作 好 現在我們這個小花已經做完了 做完了之後 接著我們就要做連結的動作 先穿一顆小綠珠子 小的是碎珠 小圓珠 然後拿另外一根沒有穿的 跟它對穿一下 對穿 然後 我們這邊左邊右邊 各穿三顆珠子 就是小的這種珠珠 穿三顆 好 這個放著 然後這邊呢 也穿三顆 好 然後接著 然後我們第一個 就是拿這個一個 中間是白的 從它上面這個地方 這一顆 紅的珠子 穿過去 然後另外一個 從對面 這一個珠子的對面 穿過來 這樣子就變成 對穿的連結 好 我們把它抽緊就可以看得到 就變成這種樣子了 然後接著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穿到這邊來 等於是從 花的外圍 花的外圍這個 走一圈過來 從這個地方 然後拉緊 然後我們繼續穿這個地方 同樣這個下面這個 綠珠子 我們到這個這邊 正面可以看到 到下面了 剛好是在我們剛剛對穿的那個 這一顆 水晶的正下方 好 我們就這一邊針就穿好了 然後就換另外一根針 然後我們同樣穿的方法 要穿到這一邊 所以也是要用走的 走過去 走線這樣走過去 走一圈過去 等於在蓮花的外圍穿一整圈 好到這邊呢 然後拉緊 它就變成這樣了 然後接著我們要做的是 穿一顆綠珠子 然後穿一顆水晶 然後再穿一顆綠珠子 另外那邊也是一樣 一顆小圓珠 一顆水晶 然後再一顆小圓珠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拿另外一個 花心是紅色的這個過來 然後我們同樣要從中間的 正中間的這一個白水晶對穿 這一個可以看到對穿的之後 先割著 這一個也是要從它這邊對穿 跟它對穿 這樣它就黏起來了 好對穿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就從這旁邊 第二朵蓮花的外圍的小珠子 全部走一圈 到這邊穿過去 然後這一個先不管它 我們翻個面 然後順著這一邊的水晶 它已經過動 對穿過動了 所以從這一顆小珠子 兩顆小珠子 一顆水晶 然後再兩顆小珠子 一顆水晶 再一顆水晶 然後再兩顆小珠子 一顆水晶 對面的這一顆 這邊已經穿過一個 等於又再對穿一次 然後抽緊 手鍊就加長了 然後這邊的同樣 拿一顆小綠珠子 一個水晶 再一個圓珠 然後這邊也是 一個小圓珠 一個小圓珠 一個水晶 再一個小圓珠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是花心是 我們這邊的花心是紅的 所以這一次要換成花心是白的 又換成這一種 所以從中間同樣對穿 然後我們一直走到下面 做一次 走到下面 然後這一個小圓珠 兩個水晶 一個 再兩個小圓珠 再一個水晶 好這邊 就停掉 然後換另外一根針 換另外一根針 然後我們同樣另外一個針 我們需要的是做的是對穿 從這邊 跟它對穿過去 過來穿對穿之後 我們還是要走外圍的地方 走一圈 兩顆小珠子 然後有水晶 然後再兩顆小珠子 然後一顆水晶 然後再兩顆小珠子 又到對穿的地方 這一顆針 在這邊 好 它拉緊 又變長了 然後接著 我們同樣要剛剛的 一顆小珠子 一顆水晶 再一顆小珠子 好 先擱著 然後再這邊也同樣 一棵小圓珠 然后一棵水晶 然后再一棵小圓珠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看 刚刚是花心是白的 现在花心就换成红的 同样是要对穿的动作 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然后要走到这个正对面的 对穿之后 然后两棵小圓珠 然后水晶 然后两棵小圓珠 再是水晶 然后还要再一次两棵小圓珠 到这边 待会那边才能够对穿过来 好换这边 我们这个在这边 我们要做这边的对穿的动作 这一边对穿 因为它是从这边进洞 我们从这边对穿 我们从这边对穿 然后拉紧 拉紧之后 开始走两棵小圓珠 一个水晶 然后再两棵小圓珠 好 再一棵水晶 然后再两棵小圓珠 然后再两棵小圓珠 又到对穿这个地方了 好 把它拉紧 然后接着再穿 一个圆珠 一个水晶 然后再一个圆珠 好 见隔着 然后这边 圆珠 水晶 然后再圆珠 然后再圆珠 然后同样 我们就要看 这一个是红心 我们就要拿白心的 然后这个 对穿过去 然后我们把它拉紧 然后接着 就走到走到 这个对面去 这一个对面的 这个红珠子的位置 所以是 两棵圆珠 一棵水晶 然后再两棵圆珠 然后再两棵圆珠 再一个水晶 然后再两棵水晶圆珠 然后就到这边 对穿的地方 然后换这一边 我们就要走两棵小圆珠 红珠 红的水晶 然后同样的两个圆珠 然后红水晶 然后再两颗圆珠 再红水晶 又是在刚刚我们要脚不对穿的位置 又加长了 然后接着我们又要再穿 一个小圆珠 一颗水晶 然后再一个小圆珠 先放着 然后一个小圆珠 然后一个水晶 然后再一个小圆珠 再红的 然后接着我们这个也是要对穿的 接着跟它对穿 对穿的时候抽紧 抽紧的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接着同样我们要走到对面去 要从这个地方转到这里 这里转过去 好我们现在开始走 就是两颗小圆珠 水晶 然后再两颗小圆珠 再一个水晶 然后再两颗小圆珠 然后再两颗小圆珠 再一个水晶 好这个就搁着 换这一边的 再走一圈 这一边的同样 两颗小圆珠 然后水晶 然后再两颗小圆珠 然后再两颗小圆珠 然后水晶 然后再两颗小圆珠 然后再水晶交叉的位置 然后再做再一次 最后再穿一次 绿珠 一颗绿珠 一颗小圆珠 水晶 然后再小圆珠 这边也同样 圆珠 水晶 再圆珠 最后一个 同样从这个中间 随便拿一个 交叉 这边也是一样 要跟它交叉 好 然后这个先搁着好了 我们把它抽紧 抽紧之后 同样要走到中间 这一个先走好了 小圆珠 水晶 然后小圆珠 两颗水晶 然后小圆珠 再两颗水晶 好 到这边中间了 这个先搁着 然后换这一边的 两颗小圆珠 水晶 水晶 小圆珠 水晶 小圆珠 然后再小圆珠 再交叉 好 我们要准备做收尾的了 做收尾的要跟这边一样 所以这边要换好了四颗 然后这一边要三颗 三颗 然后跟这一边的 这一边这一根针的 第四颗的最后这一颗珠子交叉 好 然后我们 把咬线器拿来 穿过去 两根针都要穿过去 都要穿过咬线器 然后抽紧 然后挡珠 这个挡珠 然后先不要抽进去里面 这一根针跟它对穿一下 然后打结 对穿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挡珠 这个地方要打结 我的习惯会多穿 再穿一次 好 打结 打好了之后 我们再穿 穿一次 这边的这一个 也可以再穿 穿一次 对穿一次 从这一边 对穿一次 然后这个针就抽掉了 抽掉我们就打结 然后再把挡珠压扁 这就是今天我们完工的莲花水晶手链 给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